我們的頒獎 阿輝 你好 從我們共有贏的 是 那本身跟那個 一個圈圈叉叉有一點關係 一個圈圈叉叉 大輝史密達 我看到她的那個帽子 她自己也有一些眉眉角角 帽子王 對 我們這裡都是 這裡都是就是 我剛剛講的都有帽子病 我身為一個 我是在男生界中的帽子王 算是 我覺得圈內應該很少人 贏得了我 真的 光紳士帽這件事情 我紳士帽就很 頭上這就算紳士帽 對 紳士帽 因為我只帶一些 就是一些特定的款式 例如紳士帽 網帽 我不戴毛帽的 我也不戴毛帽 網帽就是像這樣 後面是網子的 要透氣 棒球帽嗎 棒球帽沒有 棒球帽後面是平的 不能露出頭髮 可以露出 但是我不喜歡 我喜歡 我也是 我喜歡有透氣的 我有的時候會買到這個前面 整個都是網 這樣就可以給你了 好耶 它的Logo就在前面而已 因為帽子我講 我要求的只有一個 要輕 輕 很輕 那妳的帽子是可以隨便 可以 有的可以 有的不行 沒錯 說到紳士帽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是強尼代譜 第二個就想到我了 蛤 我怎麼聽到有人 其實這也是我掰的 好 但是不論怎麼講 我對於紳士帽的研究 你敢講 確實是滿有一番研究 請說 像我現在投放這一頂 就是一個去日本學的 台灣人 去日本學做帽子的技術的人 紳士帽技術的人 他自己找到我 因為他 而且也是看女大 他說我看到妳 妳在女大上面有戴一頂紳士帽 所以他就說 那我可不可以跟妳合作這樣 我就跟他 好 我就跟他聯繫之後 我就介紹很多人去找他 像這一頂也是他 最近做的一個作品 那我就滿喜歡這一頂 就戴起來之後 他都會很設計妳的臉型 從妳的臉 因為妳的 有些人臉是寬的 有些人臉是扁的 像如果臉是比較寬一點 他就會從上面開始量妳的臉型 開始去幫妳克制這些 紳士帽的形狀 然後這頂也是他的 像我們有一陣子 不是很流行登山帽 那個上面很高 但是因為很多人 不太敢戴這麼高的 所以他就把它縮小一點 做一點點登山帽的造型 好好看 然後帽顏他把它加大 就會變成是這種感覺 而且加大 臉會看起來更小 對 所以這頂我那時候一戴 我就說我臉變好小 我就跟他說那我要這樣 然後像漁夫帽我不太戴 但是我戴完之後 我發現這頂我戴起來 好像還OK 所以我就跟他買了 但是我 好看 我覺得很好看 這很像韓星去練舞的時候 去練舞 對不對 對 對 或吃麵 可能是我自己過不了 我自己這一關 很多台灣男生很習慣 頭髮先往後再戴帽子 對 可是你的瀏海 如果是放下來 再戴這個 對 更好看 你看他 極樂 就受動了 他又是往後 不是 不是嗎 神氣 你激怒 不要生氣 你不要撥後面 不是 可以給我一分鐘嗎 其實要有一點瀏海 坐一下 你先這個角度 但大飛 他大飛的鼻子是 很會賺錢的鼻子又省 他沒有看到鼻孔 氣 對 你看 像現在大飛 他就有韓星很流行的那種 鬥號瀏海 然後我覺得台灣的男生 都會像大飛剛剛 戴帽子的皮膚 就是要把頭髮全部弄乾淨 對 然後這樣 男生看到漁夫帽 對 他手又去了 對 有LOGO對不對 還好吧 老師 他就撥後面 叫你不要撥 你還撥 他有使用手 小心 這邊有LOGO對不對 男生就會非常直觀地 把它戴在正中心 對 為什麼 但是你就會覺得很 就是有點 推 對 所以如果大飛在戴的時候 其實這個你可以很隨性的 比方說你往側邊一點點 再旁邊一點就很明顯 好像好多了 有沒有 然後你這個 要腦剪就可以撥一點點 對 然後有瀏海 還有什麼好處 年輕 看起來年輕 是嗎 對 因為尤其是像漁夫帽 或者是針織帽 毛帽那種 如果你完全沒有頭髮 瀏海的時候戴 真的會很像有點生病的感覺 真的 妳這邊要有一點頭髮 不要光光的 我個人 就不可以有一點 回信不及 如果跟剛剛對比 就很明顯 好看 好看喔 好看 然後還有 接下來 他還有暗卡的 這一頂也 這頂軍帽很特別是 因為它是 它是那種 前面很大 這邊很寬 我要戴了 老師 我要 不要 我們要先戴 對 對 這樣戴都可愛 它就是 好看 你知道它可以這樣子喬 也可以這樣喬 也可以往後 我們女生都會 對 對 它就是這 很特別的一個軍帽 所以 今天就是我的收藏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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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